这个长得像郭达斯坦森的男人 名字叫做雕光斗 在本剧当中是宋慈一生的宿敌 他的才华和智谋 跟宋慈是一时余量的存在 就在这水边垂掉 所感悟出来的语句 就可以看得出他有多么的高深莫测 长在脑袋上的眼睛 只能看见水面上的浮标 只有长在心里边的眼睛 才能看见水底下 到底是大鱼还是小鱼啊 原来一年前 他就和宋慈有过这么一段仇怨 当初他还是无品之府大官 因为贪赃受贿 假判错案被宋慈揭发了出来 按照大宋法律 他本该掉下脑袋 但是经过他的手腕 不仅保住了性命 而且还只是官将三级 接替了无似水的清平县 在这里当了无品之县 就算是官职被扁 坐落在小地方 但是依然有着超强的手段 只手遮天 把权衡利益丸转于垂吊之中 就像眼前鱼竿开始摇动 他就立马感觉到 又有案子送到了面前 同时也察觉出了 案件背后的利益比重 然后用隐喻的方式说了出来 上钩了太爷 什么大鱼 那这是条中鱼 中鱼 果不其然 他的身后就走来了一个 类似于方唐靖那种角色的诵诗 名字叫做假秀才 上来就跟他委托了一个谋杀案 说案件的原告 是自己的一个市交 因为没有证据 想请雕光斗 在中间想想办法 判诚原告胜诉 将被告正法 这种案件 雕光斗很清楚地知道 这里面的水分 所以就直接做出表态 没有证据 你这打什么官司 潜在台词就是要假秀才 自己说出这样一句话 啊 雕大人 开个价 但是 在雕光斗的眼里 这只是一句许诺 还没有见到真正的好处 所以就做出这么一个 充满了隐喻 又意味深长的反应 原来案件的起源 就是这个专门 做豆腐的生意人杜松 因为家里出现了 婆媳不合的大喜 她是一个孝子 又因为母亲年迈 就站在了母亲这一边 动手打了老婆李玉 搞得李玉器出了家门 三个月下来 都没有回到家里来 那时她还以为 老婆回了娘家 除了嘴上整天念叨着 骂人的背后话之外 就没有在乎过 妻子的生死安危 直到小舅子李丁 来到了清平县 在大街上听到了流言蜚语 说杜松因为婆媳矛盾 谋害了妻子 李丁一来到度假一问 才知姐姐已经不在度假 也没有回到娘家里来 这就说明 街上的众说纷纭 已然成为了事实 就让贾秀才帮忙 写了一张壮旨 将杜松告到了 雕光斗的面前 雕光斗一看就 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为了做足表面功夫 就开始在话语当中 慢慢偷换主题 开始说自己 不会因为一纸诉讼 会给杜松定下谋杀之罪 但是却也摆脱不了嫌疑 杜松要想洗脱嫌疑 就必须要拿出 为自己开罪的证据 杜松直接没有办法 只能说出自己 如何将妻子李玉 赶出家门的经过 这一波回忆 在雕光斗的眼里 也只是案件里的前奏实情 后来还有着一大片空白 无法凭着杜松的片面之词 一概而论 所以就给杜松下了 一个逻辑上的圈套 那就是杜松要想 洗脱谋杀嫌疑 就得等到他的妻子李玉 安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才能证明 他并没有谋害妻子 这对于杜松来说 简直就是不可能 办得到的事情 因为连他都不知道 妻子跑出家门之后 具体去了哪里 这下子 正好掉进了 雕光斗的圈套 用人证 还没到位之前 不能放走嫌疑人的理由 将杜松关进了监牢 意想不到的就是 这一关就足足 有了半年之久 直到这一天 贾秀才又因为这个案件 来到了雕光斗的面前 上来就直接质问 这受害人的眷属 要求惩办凶手 可是雕大人 为什么就过了一次趟 就把案子搁置一边了呢 是啊 这个可就有大半年了吧 是啊 对此雕光斗一眼 就看出了贾秀才的花花肠子 直接毫不客气的 道破了出来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啊 你贾秀才 以为然否 这么说来 这一起命案 虽是婆媳关系 不合 做出了开头 却勾扯出了狼羽背之间 相互算计的大戏出来 不由得让人细思极恐 这应该是两个相互算计的人 彼此摊牌的名场面 一个被委托注水的案件 作为支线的雕光斗 非得拖了半年 自然会让眼前的这个贾秀才 着急的直跺脚 一出场 就直接催雕光斗 赶紧拍板结案 但是这个案件 对于雕光斗来说 一来是因为有着巨大的风险 毕竟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证据 来指证杜松谋害了妻子李玉 没有证据 我凭什么判人偿命 你这不是拿着王法当儿戏 拿着我雕某的乌纱 拿着我雕某的人头下注吗 二来是因为好处还没有到位 毕竟凡事都要保证 最起码的等价交换 毕竟彼此之间的社交关系 都是表面的客套 其实都是各有各的算盘 雕大人 你真不愧姓雕啊 你也不愧是姓贾的啊 这不是套路对套路 而是人间清醒 所以对于贾秀才 开始时的要求和说辞 雕光斗压根 就没有给出好脸色 你贾秀才做事 也太差劲了吧 自己在本案当中 不知道捞到了多少好处 当然本县来替你承担 草菅人命 丢官霸职的风险 你这算盘打的 也推精点的吧 话说到这份上 贾秀才就不藏着眼着 直接拿出了一张银票 递送了出来 雕光斗使出一个脸色 让汤师爷接下 算是默许下了这次委托 然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作为宋师 你应该知道 办此案得担多大的风险啊 潜在台词 就是要贾秀才准备好证据 拿来指证杜松 不然他也不好将案子拍板落定 这对于合作多年的贾秀才来说 已经心领神会 转头离开 准备虚假证据去了 贾秀才离开之后 雕光斗转头吩咐汤师爷 赶紧将银票换成现银 画面一转 汤师爷就来到了钱庄 将银票换成了一大袋银定 钱庄旁边的棺材店老板看了 都不由得感叹了一句 又要有人吃冤枉官司了 这么说来 雕光斗的这种操作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可见雕光斗在这个地方 简直就是黑幕横行的存在 因为被他关在监牢里半年的杜松 名义上是在等妻子安然出现 才暂时被关在这里 其实每天都长受着 监牢里的各种酷刑 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早已经被折磨得没有了希望 简直就是不堪入目 直到这一天 雕光斗又来到他面前 给他带来了这么一个消息 说已经找到他妻子李玉的尸骨 还被他娘家的人确定认领了回去 根据动机杜松已然脱不了干系 而杜松之所以一直不招供 是因为心里还牵挂着 家中还有着80岁的老母亲 这一起暗无天日的冤案 终于等到了宋慈的到来 也许就是巧合 杜松的小舅子李丁带回尸骨的路上 因为拖着光谷的车轮 陷进了路边的沟里 被路过的宋慈注意到 好奇的宋慈经过疑问 果然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 总结下来 就有这三个不值得可信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 谋杀案发生在半年前 凶手也早已经落网 为什么半年后才结案 这其中足以说明两个问题 要么当地县衙工作效率 简直就慢到了难以启齿 要么这其中 肯定有着不明不白的勾结 第二个就是 县衙半年前 找不到受害人的尸体 半年之后 就在挖掘之中 找到了尸骨 这其中肯定有人 在故意隐藏着什么 第三个就是 让受害人家属 执认出受害人尸骨的 是一对经常戴在 受害人手上的银镯子 这银镯子拿出来一看 居然是跟新的一样 按道理跟受害人 在土里经过了半年的埋藏 尸体都已经成为了白骨 怎么这银镯子 还如此正亮 其中肯定有人故意而为 在宋慈眼里 这肯定又是一个冤假错案 所以他一定要弄个清楚明白 将案子重新查个水落石出 与此同时 雕光斗也看出了 银镯子上的漏洞 所以又给了他一个 敲诈假秀才的机会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你玩着这一套 偏偏那些拥立尚可 可像蒙我雕某 那可是弄巧成拙呀 说完这话 就直接告诉了假秀才 最近风生紧 上面查的盐 想要继续冒着风险 瞒天过海 就得需要一个条件 贾秀才一看 心里虽然压抑不住 骂了一句街 但是也不得不再 掏出三百两个银票 顿时间让旁边的 汤事业眼里放光 同时雕光斗 也做出了一个 意犹未尽的反应 哎呀 是大鱼 怎么样 果然是条大鱼吧 这个老板 在这条商业街 开着一家没人愿意 光顾他生意的门店 亲眼看见了这个 雕光斗手下的汤事业 最近频繁来钱庄兑换现银 都不由地说出了 这么一句感叹 而他这一句 感叹的背后故事 也成为了 他每天挂在嘴上的谈资 连吃个早点喝个茶的功夫 他都要跟他一起 拼桌的人落上一面 恰巧的就是 宋慈也刚好 坐在他隔壁的茶桌上 立马听出了 其中的一个漏洞 具体指的就是 杜松谋害妻子的冤案 说是三天前 有人在河边 一个乱石滩挖地 莫名就挖出了一具白骨 这其中的漏洞就是 那乱石滩 也不是什么肥沃之土 会有人无缘无故地去到那里种地 还平白无故地挖出尸骨 这摆明就是一个早就得知的遇谋 宋慈还有些不敢相信 就打算去到实地勘察 确定一下 是不是真的这么鬼 结果路上 却碰上了这么一幕 一个毛老表 仗着自己是杜头上 唯一有船的人 就堵在了杜头 不仅不愿意开船 把客人渡到对岸 还毛手毛脚 占小姑娘的便宜 对此 宋慈就叫赵捕头出面 以抱之抱给他行刑酒的理由 一把抱起 差点将他丢下水中 经过这么一弄 这家伙才乖乖服从 开船载着宋慈 和一帮船客渡到了对岸 宋慈一来到挖出尸骨的地方 一看就很明显 就这么一个没啥 任何耕种价值的地方 就只有这么一个坑 这就说明 在这里挖到尸骨的人 早就知道 尸骨就在这里 回头就用着自己喜欢打听 奇闻一事的理由 开始跟毛老表打听这件事 毛老表似乎是被赵捕头给收拾怕了 就老实说出了一些信息 原来尸骨是他发现的 但是在县衙这里 没有领到一分钱的奖励 只有假秀菜给了几坛陈年老酒 在宋慈的理解当中 这就说明了两个问题 这个县衙背后 肯定是一个抠到止境不出的支线 还有就是假秀菜和县衙之间 肯定有着相互合作的关系 宋慈经过了解 知道了这个线的支线 就是雕光斗之后 在这里会发生这样的冤案出来 就觉得自己又一次碰上了老对手 为了平反这个冤案 让这个线恢复祥和的模样 决定这次要和他再次硬杠到底 但是平反一个冤案 他先要掌握的是 案件的真实起源和往后一连串的经过 所以他就先来到了杜松的家里 先询问杜松的老母亲 看看能不能从他这里了解到一些实情 而杜松的母亲也早就预感到了希望的到来 一听面前的人 就是大宋提心官宋慈之后 还担心家里一贫如洗 怕宋慈不愿意为他讨回公道 对此忧虑 赵捕头直接表明了态度 宋大人这些年喜冤劲爆 除恶安良 凭了多少冤案 从来没收过人家一文银的钱财 可是宋慈一问到案情的关键 当初杜松为什么把妻子李玉 赶出家门的缘由时 老人却说 这其中家丑不外扬 还打算闭嘴不说 这就是宋慈面对人情的无奈 既要接受为受冤的人品反冤屈 还要不得不顾及老人思想保守的理念 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 表明了其中的重要性 还有什么样的家丑 说到这里 老人才开始回忆起案件的起源 事故发生在去年初夏 杜松的妻子李玉和假秀才 偷摸狗且在了一起 是老母亲隔着门缝 看到了这一幕 才有后来的婆媳关系不合的隐约迹象 而杜松又是一个大孝子 就这么把妻子赶出了家门 老人还清楚地记得 李玉走出家门时 什么都没有带走 就只带走了那对他娘家祖传的银镯子 三天前 衙门还特意让老人去辨认了一下那对银镯子 目的是告诉他 李玉已经成为了一堆白骨 听到这里 宋慈便有了一个猜想 赶忙让赵捕头通知英姑过来 带来他的所有装备 开始去验证他的猜想 这个类似于方唐静一样的男人 出行豪华到什么地步呢 在这崎岖的山路上都还要坐着轿子 就连去到河对面 都还要四个教夫 小心翼翼地把轿子抬上船 更值得怀疑的就是 整个过程当中 他都是一直没有拉开那轿门上的门帘 就连他自己再次坐上轿子 都是极其小心 像是有意无意不让别人看到 轿子里面还藏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正所谓是出反常必有妖 越故意隐藏的东西 欲盖弥彰 越让人觉得这其中大有文章 话说到宋慈这里 他早就在那对银镯子上 开始有了一个猜想 就直接来到李丁的面前 先想了解一下 当时李丁是如何去认领来了 那具被当成了他姐姐的尸骨 李丁就开始回忆 当时他收到了县衙的通知 说是在乱石滩 发现了他姐姐的尸骨 他过去一看 本来还不敢确定 雕光斗就拿出了那对 代表着他姐姐身份的银镯子 他才把那具尸骨 当成了他姐姐 就这么将其带回了老家 准备在这里让他入土为安 可是宋慈立马就把李丁阻拦了下来 因为他将开始他最专业的一道程序 那就是开关验尸 但是眼前的不是一具尸体 而是一堆白骨 宋慈是怎么经过检验 正是他的猜想 首先检验尸骨的时间 必须要选在有着大太阳天气的中午 先把一根根清理过的骨头 按照次序 在竹席上拼出一个完整的体型出来 再挖出一个坑 在里面烧上一堆炭 直到烧红的状态 再用酒和醋泼在炭火上 然后赶紧把放好尸骨的竹席放到坑上 再用草席盖好 这就是蒸骨法 蒸上一两小时之后 热气退去 拿出骨头 在红伞之下 就可以看到透出的红光 就足以验出受害人遇害之前受伤的部位 如果还不能确定 就在骨头裂痕处涂上浓墨 再用水洗净 受伤之处就会留下墨水的痕迹 通过宋慈的这一验 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果 这像是生前受到什么顿气所伤啊 这也正是了宋慈的一个猜想 李丁任领来的这具尸骨 压根就不是什么李玉 而是另外一个人 因为根据英姑所说 这具尸骨恢复成肉身的话 就是一个将近一米八的个头 完全和李玉的身高不相符合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具男尸骨 这时候宋慈就开始思考 既然尸骨不是李玉 那李玉到底身在何处 为何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呢 这具男尸的背后 到底还有着怎么一起命案呢 眼前这两条人命 一个失踪 一个不知身份 摆明就是一起暗中案 案件的唯一线索 就是这对银镯子 这银镯子对于李玉来说 是一种家族传承的存在 去到哪里都是随身携带 会有谁能从他手上脱下来 当成指证自己身份的道具呢 宋慈才回想起 杜松的母亲说过 李玉和假秀才之间 有着一段苟且之情 他肯定有着摆脱不了的联系 同时宋慈还很确定一件事 就是这具男尸骨 是那个传家毛老表发现的 他肯定有重大嫌疑 所以对付这种无赖之徒 宋慈出动了最好的克制人物 那就是赵普头 果然是达到了一物详一物的效果 赵普头过去 走到了毛老表的面前 经过一番追逐 还真的一把抓住了他 在没法逃跑之下 毛老表也做出了 如实回答的表态 与此同时 雕光斗似乎嗅到了危机 因为他早就察觉到 这个假秀才在本案当中 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如果继续跟他合作的话 会导致自己被他拖下水 所以他也赶忙 做出了丢阻宝居的打算 雕光斗的手段 有多么的高深莫测 他和宋慈之间的第一次较量 按照大宋法律 他本该服法 结果也只是官将三级 换了个地方 换了个官位 照样过得风生谁起 这次他手下的这起冤案 之所以会被宋慈碰上 那是因为 最近朝廷刚刚开始了一场 整顿朝纲 检查地方官方的行动 而对于这次行动 朝中的那些大官 怕这次行动 会查到雕光斗的头上 所以为了保住他 就给他发来了这么一纸书信 目的就是告诉他 早就给他安排好了后路 所以 此时对于雕光斗来说 就相当于是一个辞职成功 早就找好了下家 打卡上最后一天般的人而已 这么说来 这一天对于雕光斗来说 是一个八步的时间 赶快过去的一天 与此同时 对于宋慈来说 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一天 因为案件 他才推理到七七八八 不仅还要去弄清一些脉络 还要找到 其中的所有人证和物证 首先 他先带着那句无名男士的疑问 去跟传家毛老表问清楚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关联 在赵捕头的震慑之下 然后他又马不停蹄地派英姑和赵捕头 赶紧去抓捕那个假秀才 紧接着双管旗下 他自己亲自来到 这个棺材店老板面前 落实一下他的猜想 这一切行动的过程当中 不免显得极为仓促 就在这种节奏之下 无幸的就是 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岔子 那就是传家毛老表 畏罪自尽在了杜头边 让这一起案件 就这么缺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证 杜头边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雕光斗的面前 不由地让他心慌了一下 对于这个案件立马让他嗅到了危机 所以他要趁这个案子被翻供之前 尽快拍板落定 不然将会如同黑点一样 没完没了地跟在自己身上 于是他庄严地穿上了官服 对着镜子一个微笑 大踏步地走上了县衙公堂 随着金堂木一拍 开始审问杜松 为什么还不招供认罪 杜松之所以迟迟不招供 就是一直担心 自己认罪扶法之后 家中的老母亲没人照顾 所以一直坚持在那里 雕光斗 其实早就看出了他的后顾之忧 前面一直不表示 是因为自己还没有达到目的 现在不得不做出处理 所以就跟杜松做出了表态 说只要杜松画鸭招供 他就保证会帮他照顾好家中的老人 以解除他的后顾之忧 对于雕光斗的这个承诺 杜松拿起画鸭的笔之前 想再次确认一下 雕光斗的目的 就是要杜松赶紧落笔 为的就是尽快退堂 赶紧收工 然后马上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着急之中 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这下子 随着宋慈的缓缓走近 这两个如同余亮的对手 再次碰撞在了一起 雕光斗看见了宋慈 似乎有了一种预感到了此时此刻的感觉 怪不得昨夜风声鹤唳 果然是来了宋大人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比自己官高一级的大宋提行官 上来就在这县衙公堂之上 对着自己跪了下来 搞得雕光斗都不好意思了一下 赶忙做出回应 这个大宋提行官 今天竟然就这么跪在了雕光斗的面前 其实不用奇怪 这只是在形式上走个过程而已 因为根据大宋律法 当一个县官在公堂之上审问案件的时候 上次闯入公堂 打扰断案 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所以对于宋慈来说 他要的是平反冤案 而不是去顾及这些脸面匠在那里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雕光斗判出错案 所以在表面形式上 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平民百姓的身份 来到县衙公堂里申冤 这种操作 纯属是一种没有明确规定说不可以的漏洞 走完了这个过程 宋慈就可以表示说 只要杜松愿意申冤 他就可以帮他翻案 杜松一听 眼前的人就是宋慈 也赶忙说 宋大人 小民怨我 雕光斗眼看不对劲 就想马上退堂 却被宋慈拦了下来 雕光斗在形式上 没法拿宋慈怎么样 只能停住脚步 站在那里 听宋慈将案件从头到尾梳理了出来 案件的起源就是杜松的老婆李玉 偷偷地和假秀才勾结在了一起 被杜松的老母亲 在门缝之中看在了眼里 就这样 这个家就隐约地产生出了一条 婆媳不合的矛盾出来 直到李玉看着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顺眼 就一把抢过他手里的水 杜松看见李玉如此无礼 就和他争吵了起来 后来直接到了动手的地步 挨了打的李玉 就觉得自己 没有必要再跟着杜松这个穷小子 于是就带上家传的银镯子 跑到了假秀才的家里 嘴皮字上说 只是在这里躲几天 结果撒谎的嘴 诚实的身体 就这么成为了假秀才的金屋藏娇 但是杜松和李玉之间 还有着合法的夫妻关系 假秀才觉得 一旦世纪败露 自己一定会身败名恋 所以他就为了既能长期拥有李玉 又能保住自己 就想出了一个一十二年的轨迹 先是趁着李玉三个月 没有回杜甲 也没有回娘甲 在本地买了一个热搜 小事芭蕉的杜松在人们的心里 人设一下子崩塌了下来 直到被小舅子李丁听到谣言 就去到杜家确定了一下 姐姐真的不在这里 就认定为姐姐的失踪 就是杜松谋害了李玉 然后假秀才在利用李丁 对杜松的仇恨心理 开始怂恿李丁 去状告杜松谋杀妻子李玉 同时还给雕光斗打了招呼 所以官司打到雕光斗的面前时 雕光斗就把杜松关进了监牢 他之所以这么断案 那是因为一来没有证据 二来就是还没看到 假秀才给他的好处 直到半年之后 假秀才终于着急了起来 所以才过来催问 雕光斗也毫不隐藏地 说出了他的需求 对此 假秀才早就有了应对的计划 一边是直接拿出巨款 让雕光斗 到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边是先在李玉的手上 抢来那对代表李玉身份的银镯子 接着让传家毛老表 去挖出一年前 他在乱石摊埋下的男尸 把银镯子放在男尸旁边 然后报案给县衙 最后两边配合起来 到时候就可以利用 雕光斗身为支线的权威 加上有着代表李玉身份的银镯子 这句男尸 就这么被指认成为了李玉的尸骨 而毛老表 之所以会听从假秀才的摆布 那就是因为 假秀才手上有着他的把柄 因为那句男尸 就是一年前 他谋财害命造下的命案 他去埋尸体时 正好被假秀才抓了个正招 当时不仅跟他分走了一半的脏营 还一直要挟着他听从安排 直到宋慈查到了他头上 毛老表 才畏罪自尽在了杜头边 这就是案情的全部经过 如果没有一个个指证出来的证据的话 这也只不过是一个无稽之谈 所以 且看宋慈如何拿出一个个证据 让这一帮人变得哑口无言 这是宋慈和雕光斗之间的第二次对决 同一对银镯子 对于雕光斗和假秀才来说 是一个瞒天过海的道具 但是对于宋慈来说 却是一个看出他们破绽的有力证据 因为这对证明李玉身份的银镯子 竟然被指证出了一句身份不明的男尸 这就说明这其中就是一个骗局 而那个失踪了将近一年的李玉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但是为什么这个假秀才 就能得到这对银镯子 那是因为李玉被他藏了起来 而且还能说明一件事 因为这银镯子上面 还有着一个隐藏的极深的线索 那就是 这就说明李玉被假秀才藏在了家中将近一年 何况因姑去亲自落实过 李玉此时确实还活着 现在已经选择了出家 从李玉失踪到怂恿李丁被状告杜松 直到杜松被冤枉成谋杀凶手 这件事的经过 在场的李丁就是一个人证 所以整个案件从头到尾 都是假秀才妄想夺人欺世所设下的局 而且更加让假秀才摆脱不了干系的 就是那句难事引起的悲剧 当初他亲眼看见了传家毛老表 谋财害命做下了命案 他反而不报告给官府衙门 还反过来跟毛老表分赃 后来还威胁毛老表配合他指证出假尸 导致了后来宋慈追查案件的时候 让毛老表畏罪自尽 假秀才的这些所作所为 直接让宋慈毫不客气地 将他的假面具撕扯了下来 但是宋慈正要准备追问贿赂关系的时候 雕光斗赶忙做出了反应 直接指着假秀才 着急地给他定下了大罪 然后叫人压入了大牢 转头还露出了一副谦虚的态度 对宋慈点头哈腰了起来 案件的真凶终于落定了下来 接下来宋慈开始揪出这个案件的帮凶 那就是眼前坐在支县 官位上的雕光斗 宋慈之所以去到棺材店老板这里 就是想落实一件事 目的就是针对雕光斗 因为这个老板最近亲眼目睹了 汤师爷平凡来钱庄兑换现银的景象 当宋慈把这件事问到汤师爷头上时 心理素质极差的他 才问几句话就露出了马脚 说自己去钱庄所换的现银 都是自己的工资 结果 宋慈早就拿到了钱庄里的账目记录 上面有明确的记录 最近汤师爷兑换了将近千两的现银 他一个打工人 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巨款 这就只能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雕光斗贪赃受贿 才有了这么庞大的数目 看在眼里的宋慈 忍不住说出了这么一连串的话 话说到这份上 雕光斗表情一脸坦然 直接将自己的实际情况告诉了宋慈之后 还夹带着对宋慈说到了一句 刁某以为宋大人什么都明白 可唯独就是在这 人情世道上一窍不通啊 煞时间 两个人的对戏 变成了思想上的交锋 气场上的对决 这个朝代末年的天下 更多的是雕光斗这样的官 而宋慈只有一个 这其中的压抑之处 让人无法言语 但是对于雕光斗的这句话 在古代王朝应该就是一句人间清醒 宋慈本以为 他能够凭着平反这个案子 可以将雕光斗正法 结果却落了个有心无力的结果 倍感无奈的他 只能指着雕光斗说出这么一句话 但是此时的雕光斗 已经到了在这里打卡下线的时刻 宛然脱下了官府 就这么让宋慈眼睁睁地看着他 走出了公堂之外 宋慈再次追过去时 已然迟了一步 只能看着他乘着木船 渐渐走远 不过远离之前 雕光斗说下了这么一句话 自今日史 我雕某这颗小卒子 就算是过了河了 你我后会有期 说明这两个对手还会再见 但是宋慈这一次 确实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挫败他 这一次我没能赢他 这一次我没能赢他